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 请你搞清楚状况 我和莫辰是在帮严夏 现在严夏回迪爱设计部 定文校的私人定制计划 根本就没有办法执行 而戏目是帮严夏 回国际舞台的最好机会 我是在帮严夏成为真正的设计师 你知道严夏是怎么回迪爱的吗 他是许莫辰拿着合同威胁严夏 严夏不得已才放弃了私人定制计划 拜托 一个是小制衣铺 一个是大集团 私人定制计划 怎么能和迪爱的信木相比较呢 这不是能不能比的问题 这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问题 私人定制计划 那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信木就是勾心斗角的算计 难道你就为了勾搭上许莫辰 就出卖我们的感情 出卖自己的良心 对 我就想勾搭许莫辰 我怎么做是我的自由 你没资格指责我 是 我是没资格指责你 我只怪自己太蠢 竟会怕你被骗难受 然后我在这儿跟着急 我被骗 我乐意 而你生不生气 我根本就不在意 好 你真以为许莫辰喜欢你是吗 那你去找他去 你试试 你看他会不会受了你这个花痴 人叙 人叙 我就试给你看 你别后悔 后悔的肯定是你 喂 四齐 莫辰 我今天出家门的时候 钥匙忘带了 现在进不去了 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晚上 抱歉 我家里还有其他人 我不想你被别人说闲话 所以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我也是为了你好 那这样吧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叫个锁匠去帮你开锁 不用了 我自己叫吧 喂 不会吧 该不会真的被人叙说中了吧 不行 我绝对不能回去 那我今晚去哪儿呢 阎夏家 阎夏 阎夏 思琪 这么晚了你找阎夏有事啊 阿姨啊 我有点感情的事情 想找阎夏聊聊 阎夏还没回来呢 阿姨你先睡觉吧 我到阎夏房间等他就好了 我必须尽快学会 裁缝这个手艺 阎夏 聂思琪 聂思琪 你怎么在我家睡着了 我和仁迟吵吵架了 就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说你代替慕陵山接手新墓的事 他就说我为了勾搭许墨尘还是我花痴 原来消息是你散播出去的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墨尘为了帮你打响知名度啊 就让我在直播里帮你做宣传 他说这样你能站上国际舞台 那你有想过失败的后果吗 哎呀 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嘛 那万一成功了呢 我实在是太过了 咱们今天也不聊了 我怎么没有想到 可以利用新墓呢